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我是蘇坦!歡迎收看這期的節目! 各位應該知道,最近被富宏這個新名詞在中共國討論都很高 在中共國意義維穩的事實被證實了 他們意義為傲的健康碼管制與疫情有關的人口流動 但是,健康碼本身實際上也被用來維穩 去年8月份,我曾經向大家分析過中共疑似利用疫情維穩民生與政治方面的爭議壓力 為了維穩,中共隨時都能找到藉口來限制市民行動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的話,去年7月份鄭州水災之後 習近平對河南洪水救災卻表示要防止大災之後有大疫 好像先知預言一樣,然後鄭州就很配合地爆發本土疫情 而今年2022年4月份的時候 在中共國的河南需倉三行旗下的四家村徵銀行的存款戶們 發現他們無法正常地存銀行臨錢 於是就爆出銀行管理階層與大股東勾結 以合法手段聘取客戶到地方銀行存款 同時又製造了一套夾系統 並標榜利息高於四大國有銀行 吸引到大量廢本地的存款戶 經過這個銀行儲蓄的名義吸納客戶存款後 再將錢轉入由操盤者控制的金庫 而他們這樣子非法轉移資金約達400億人民幣 一般來說,像這種重大的銀行弊案 存款戶們會想要去把他們的存款救出來是很正常的事 原本河南鄭州的地方政府應該要協助處理相關的問題 但是呢,當大批的河南銀行出戶在準備進入當地 在掃瞄地方的健康碼的時候 原本出發地顯示是綠碼 一到了案發地點,卻直接變成了紅碼 無論是經由高鐵進出或是自行駕駛前往 只要是銀行的存款戶 就會被精準的附紅 精準的被染疫 而且一離開這個地區 健康碼自動變回綠色 在新聞有一個我認為是最扯的案例 所以在高鐵上的存款戶出現紅碼 結果整列高鐵直接禁止 我還以為這是在科幻電影裡面才會有的邪惡帝國情節 沒想到已經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共國出現 甚至有一些存款戶 只不過是因為在那幾個出市的銀行有存款 但是人並沒有到河南,也可以被附紅 案例中有位住在深圳的小南 早上起床發現自己紅了 紅碼是河南省富的 通過政務平台聯動 小南的深圳健康碼也跟著紅了 小南近期並沒有離開過深圳 但是他是河南的那幾家村鎮銀行的存款戶 存了35萬人民幣 有些觀眾可能不清楚 在中共國得到紅碼等於是什麼意思 就大概跟社會性死亡差不多 不能搭乘任何的大眾運輸 不能進入任何的公共場所等 所以為了找回離他而去的綠碼 小南向廣東防疫部門求助 但廣東防疫部門卻表示 他們沒有權限解除河南富的紅碼 需要他聯繫河南的防疫部門 小南又打給河南的政務熱線 工作人員卻告訴他 他們沒有權力管轄 要他聯絡別的部門 6月15日 200名河南村鎮銀行的存款戶的聊天群組 都突然之間變紅了 他們之中有的去過河南 有的沒去過 還有一位沈陽的存款戶說 自己抱著好玩的心態 掃了河南的健康碼 結果直接被附紅 現在河南的健康碼被大家吸成為 全中國唯一 河南從政銀行的出戶碼誕生 我看這個不只是中國唯一 根本就是國境中外獨佈全球吧 那麼目前為止 到底是誰在濫用這個權力 去附紅銀行存戶? 也是互踢皮球 中共中央說是地方貪腐與他們無關 聲稱要徹查到底 但是基本上被偷走的錢 是很難要回來的 河南維權律師任全牛說 北京中央政府早已察覺到 部分銀行的不合規操作 但卻為嚴加防控 不專業 此外,中國自2015年5月實施 存款保險制度 允許銀行破產 不再由國家承擔權額賠償責任 訂定最高賠償金額限制為 50萬人民幣 他擔心受害存款戶 很可能 必須對部分的存款永遠說再見 對此,中共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覆 其有關部門負責人回應媒體的時候說 無論如何處置 凡是依法合規辦理的業務 均收到國家法律的保護 涉嫌違法犯罪的 銀保監會將配合其他部門 予以嚴厲打擊 但事實上 2021年1月 主管機關曾下令 商業銀行不得通過非自營網路平台 開展定期存款或 訂火糧變存款業務 而這期詐騙案的受害者 都不知道這項新規定 他們都是依照涉案的村政銀行的指示 通過網路的金融平台 在線存的錢 一般來說 像是這樣的問題 會是社會輿論還有媒體以及議員 對銀行保險監管會究責 但是如果是中共官方的邏輯來出發 中共官方也可能會 以存款戶的存款方式違法作為藉口 不承認這些用戶的相關儲蓄業務 受到國家的法律保護 頂多抓幾個涉案人員 來應付社會輿論 所以其實在家內的中國網民 實際上也不會埋單政府卸責的任何說法 他們都很了解中共的操作套路 網民荷洛斯寫 權力在他們的手裡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網民終年拒絕由你則回應說 丟到國外就沒事了 被西方反華勢力利用 然後革命小將就可以義憤填膺 以致對外 家裡的事不算事 還有鄉民Jeep75說 疫情真的是讓所有的仇事都能浮出水面 而鄉民野度5人Afra 則回應他 順我這艙 逆我這被嫖倉2.0版 還有天真的網民微小寫 這算不算是公權力的濫用 發帖的樓主Lisa7563反問微小說 這不算 還有什麼算 而另外一位網友Cary877也回應 個人認為 這次事件比唐山少烤店打人的事件還要嚴重 可見許多中國人都心知肚明 這是國家級的系統性犯罪 上次我有提到 中共國體制造成的中國女性的迫害 但實際上這種體制性的集體犯罪行為 是從各方面發生的 而金融犯罪更是年年在發生 從2018、2019年的P2P爆雷 2020年的中國長租公寓平台 蛋殼公寓資金鍛鍊的事件 這種長租公司高於市場的價格拿下房源 以每月或每季的方式付給房東租金 再以比較低的房價儲租 從租客手中搜取的是半年甚至一年的租金 租客透過與蛋殼合作的金融機構辦理貸款 一次性預付一年的房租本押金 蛋殼從金融機構拿到錢後 可利用這筆錢擴大規模的進行再投資 蛋租戶需要每個月償還金融機構貸款 蛋殼公寓資金鍛鍊後 許多人沒有多餘的錢再去租房子 而房東仍然需要房租也拿不到蛋殼公寓承諾支付的租金 於是許多租客無家可貴,並且求償無門 甚至要求維護權益還會被中共維穩 還有2021年的恒大倒閉等案子 一般金融糾紛在民主國家已經不容易處理 而在中國這種憂傷之下 有體制包庇的犯罪 受害者更是難以得到補償 甚至連只是最基本的對監管機構的問責 還有什麼去銀行抗議 或只是去把存款拎出來 或甚至經過不同區域的銀行都不行 所以真的很難想像 在自由世界的某些集團跟政客 至今仍然有人大力地鼓吹投資中國 像是黑石公司或某些知名的企業家等 不只是要懷疑他們的立場 甚至要懷疑他們是跟中共一起收割救命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在這裡跟片下面 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我們下次見 再會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